哎呦,Tommy正在探索城外的洞穴,卻受困於神秘的地牢 出路有三條,但只有一條是安全的 第一扇門後面烈火熊熊 第二扇後面是酸魚,能讓一切物質秒融化 第三扇則是已經兩年沒有進食的巨大棕熊 Tommy該選哪條路呢? Tommy該選第三條路,沒有動物能兩年不進食還活著的 熊勉強 這天風雨交加,而且已經連下好幾個小時了 隧道中發生車禍,黃車撞上紅車 黃車駕駛說雨太大,他什麼也沒看到 因此,車禍不全是他的錯 警察卻叫他別再說謊,還說都是他錯 為何? 車禍發生在隧道裡,裡面不可能下雨 某天休假去跟朋友聚聚的麥太太大白天回家換衣服 他發現自己那個被禁足的女兒小愛不在家 麥太太很生氣,傳訊息給小愛,問他在哪裡 小愛回傳,說他在學校 這女孩甚至附上教室的照片 麥太太不相信女兒,叫他立刻回家 他怎麼知道小愛不在學校 仔細看他手機,今天星期天,星期天不用上學 奈德在夜店,他的工作是檢查人家的證件 並且別讓可疑的人或不到21歲的人進去 看看這三張證件,找出不該進去的人是誰 第一個人已經21,證件上沒有什麼可疑的 第二個女生應該也還好 這上面寫說白瑶,出生在9月31日 這種日期並不存在,他的證件肯定是假的 康太太是一家小公司的老闆 他們生產昂貴的名牌杯子 某星期五,一周的工作終於結束時 他接到銀行來電 他發現有人偷走他畢生積蓄 康太太意識到,這肯定是其中一位員工作的 所以她問每一個人當天都做了些什麼 銷售經理沙朗,說她在跟客人講話 以及尋找新客戶 陶藝家雅提說,她總是一天做一個杯子 她還展示那個星期做的所有杯子 設計師席納說她在工作 但她也承認她那天不是很有效率 因為有點家務事 誰說謊 雅提,平常一周有五個工作天 她說她一天做一個杯子 不過她只拿出四個 這表示她缺了一天的工作 萊諾和芬恩是大學同宿舍的朋友 有一天,萊諾報案說她朋友出事了 她說芬恩一整天都沒離開房間 她也都沒有回萊諾的簡訊 到了晚上,萊諾開始擔心去敲芬恩的門 但是沒有回應 萊諾從鑰匙孔瞄進去 看到朋友躺在地上 所以她就報警 在那之後,萊諾被捕了 為什麼? 萊諾的右眼包住了 可是鑰匙孔坐落的位置 只能用右眼才看得進去 這表示她做不到 她單純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艾梅在森林裡散步迷了路 大概是第二十次了 哦,別問 反正呢 她找到女巫的家 走進去說 嗨 摸了貓,請女巫指示她回家的路 但女巫有個問題 她在學新的咒語 不小心對椅子做了奇怪的事 往好處看 她現在有謎題給艾梅解了 女巫有二十張椅子 現在其中一些只有兩隻腳 其餘的有一半完全沒有腳 這二十張椅子總共有幾隻腳 我們知道其中一些有 平均每張椅子兩隻腳 剩下的不是四隻腳就是沒有腳 因為剩下的有一半沒有腳 那一半有四隻腳 算在一起也是每張椅子兩隻腳 所以剛好四十隻腳 台先生是一位商人 她想找個有趣的愛好 想讓人佩服 她選擇藝術 雖然她一點也不懂 不過她持續買進畫作 甚至擁有幾幅著名的傑作 她喜歡邀請可能的生意夥伴過來 炫耀自己的收藏 某天她的賓客是戴真華小姐 某位擁有珍珠生意的年輕女士 一如往常 台先生誇耀著自己的收藏 帶小姐卻無感 為什麼? 靠近看這幅應該是十六世紀的畫作 路上有車子 可是那個年代沒有車子 所以畫作肯定是假的 小薇和阿凱計劃要跟朋友來個二輪之旅 可惜小薇人不舒服 所以跟朋友取消 並且請阿凱留下來 阿凱覺得失望 但同意了 小薇睡著了 她醒來後已經比較好了 她跟阿凱提議去騎一會兒車 就他們兩個 等他們出去外面 小薇發現阿凱已經趁她睡覺時 自己跟朋友出去過了 她怎麼知道的? 你看 小薇的車都濕了 肯定是因為她睡覺的時候下了雨 但阿凱的車是乾的 這表示她有騎 把水擦掉 或是她根本不再下雨的這一區 兩星期前有家銀行被搶 搶匪還沒有找到 半夜有通電話把卡倫警探吵醒 她同事回報有位農夫找到錢 等警探抵達她訊問農夫 那人說 我跟老婆吵架出去外面 然後就在玉米田裡發現這一袋錢 卡倫警探問農夫之前有沒有發現可疑的事情 農夫回答 大概兩個星期前吧 我上床前往窗外看 看到一個男的從田裡走過去 那天滿月 我能清楚地看到輪廓 不過不夠亮 看不到更多細節 農夫被捕了 為什麼? 農夫說兩個星期前滿月 這是不可能的 如你所見 現在是滿月 農夫說謊 為何要這樣做呢? 艾蓄莉趕著要去一場非計劃中的商務會議 她請男友迪恩去遛狗 迪恩同意了 但是她朋友打來邀請她去打新的電動遊戲 所以她決定那天跳過遛狗去加入朋友 她跟艾蓄莉在房子外面遇到 雙方都正要回家 艾蓄莉問迪恩做了什麼 她說 我遛了狗 然後去朋友家打電動 艾蓄莉馬上就知道她說謊 她怎麼發現的? 現在是冬天 你看雪上的腳印 有艾蓄莉進出的腳印和迪恩的 也是有出有進 但就是沒有狗腳印 和太太報案說有人闖入她家 她們偷了客廳裡所有的錢和珠寶 卡倫警探抵達調查案件 客廳一團亂 顯然有人在找東西 不過警探最後的結論是沒有搶案 整件事都是和太太編的 她為何下次決定? 她看地上這套昂貴又易碎的茶組 假如真的有罪犯進去過 她才不會在乎 茶組掉下來會砸爛 這看來是和太太佈置搶案時不想把昂貴的茶組打破 維維安與馬肯在外面做事情 馬肯在修屋頂 維維安在花園忙著 突然間有一把狼頭從屋頂掉下來打到維維安的頭 她被送進醫院 警察來搞清楚發生的事 等馬肯告訴他們一切 警察便以假冒意外將她逮捕 他們為何不相信這傢伙? 維維安就在房子旁邊忙 她坐在屋頂下面 假如狼頭掉落是個意外 那應該會滑下屋頂 掉在這女生的後面 狼頭會打到她 只有可能是某人故意朝她丟 喂 這樣不好喔